然後直接就新增了,因為不需要一筆 我需要一千多筆,會按下去之後 那這個時候他會先跑程式 跑大概 跑一下之後 接下來他會有一個 開始進度到回圈之後 那就會有一個漏斗狀出來 那現在的話呢 開始在跑回圈 所以回圈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我們的游標就是漏斗狀 在這個範圍之內有沒有 那如果當他跑完之後 我有個Match Box 就是表示什麼 資料新增成功 那資料新增成功之前 他會再把漏斗狀改為原來的 就是原來的游標 不過我們這個資料量似乎比較大 所以通常會跑比較久 那如果說你要讓使用者更清楚的話 他可能還要跑一個什麼呢 跑一個那個 一般就百分比 或者是說 這個當然另外還要再寫 會比較複雜 反正方法很多 你可以看看用什麼方式 讓使用者知道 那最後會跑完之後 這個游標又恢復成箭頭 然後匯入成功 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問題一的裡面的資料 那就會有一千多筆資料 就會被匯入進來了 他等於是說 一筆一筆一筆的幫我們把資料新增進來 新增進來 所以時間上會比較久一些些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再試試看 那主要是 這個地方 一個按鈕 然後按下去之後的話 主要是跑這個回圈 這我想沒有問題吧 第二列到結束那一列 然後再呼叫 那這個code這一行 實際上就是從 剛剛的底下的單筆的這個有沒有 複製貼過來 然後我只有改一個地方 r把它改成i 有沒有其他都一樣 那next 那上面加一個me 點什麼呢 點下去你打一個m就會出來 mouse point 就是游標的意思 等於之後的話 如果你不知道要打什麼的話 你記得後面這個叫hourglass 就是叫什麼沙漏 那個hourglass就是沙漏 然後恢復的話 原來是default 或者你記數字是11跟0 那如果你記不起來沒關係 在mouse point上面 游標放上去要按F1 也會有參考資料 但是前提是那個說明 可能你在安裝Excel的時候 要完整安裝 可能要到那個 安裝光碟裡面 不知道各位沒有裝過office 如果office裡面有那個 就是它自己幫你安裝 可是有些會不安裝 你可以選擇自訂安裝 自訂安裝裡面就有個Visual Basic的說明 要打勾 它才會完整安裝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再試試看 那其他的話 甚至這個地方是按F1 跳出說明 另外其實如果你要完整的說明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問號 點信句也是說明 那裡面有相關的 比如說Visual Basic之類 它等於是官方的說明文件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就是完整的 等於是P式的 謝謝 謝謝